每日神话 许多人天天捧着神的话阅读 甚至将神话语中的经典部分 都铭记在心 当成至宝 而且到处传讲神的话 以神的话来供应他人 帮助他人 他们认为这样做 就是在见证神 见证神的话 这样做就是在遵行神的道 他们认为这样做 就是在凭神的话活着 这样做就是将神的话 带入了现实的生活中 这样做就能蒙神的称许 就能蒙拯救得成全 他们在传讲神话语的同时 却从来不遵照神的话去实行 也从来不按照神话语的揭示 与自己对号入座 而是利用神的话 骗取他人的崇拜与信任 利用神的话 搞个人的经营 利用神的话 骗取偷窃神的荣耀 他们妄想 利用传扬神话语的机会 获得神的做工 与神的称许 多少年过去了 这些人不但没能在 传讲神话语的过程中 得到神的称许 不但没能在 见证神说话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该遵守的道 不但没有在 以神的话 供应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帮助供应了自己 不但没能在这些过程中 认识神 对神产生真正的敬畏 反而 对神的误解 越来越深 对神的猜忌 越来越严重 对神的想象 越来越夸张 他们在神话语 理论的供应 与带领之下 似乎如鱼得水 似乎游刃有鱼 似乎找到了 他们的人生目标 似乎找到了 他们的使命 似乎获得了新生 似乎忙了拯救 他们似乎 在对神话语 朗朗上口的背诵中 得到了真理 明白了神的心意 找到了认识神的途径 似乎在对神话语 传讲的过程中 常常与神面对面 他们也常常 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常常被神话语中的神带领 似乎不断地 在明白神的良苦用心 同时 也明白了神对人的拯救 明白了神的经营 认识了神的实质 了解了神的公义性情 在此基础上 他们似乎 更加确信神的存在 似乎更加认识神的尊贵 似乎更加感觉 神的伟大 超凡 他们沉浸在 对神话语表面的认识中 似乎他们的信心加增了 受苦的心智加强了 对神的认识加深了 岂不知 他们在为实际经历神话语以前 对神的一切认识与想法 都来自于 他们一厢情愿的想象与猜测 他们的信心 经不住神的任何考验 他们所谓的属灵与身量 根本经不住神的试炼 神的检验 他们的心智 只不过是一座 在沙土上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 他们所谓的对神的认识 也只不过是 他们头脑想象出来的成果罢了 事实上 这些在神的话语上 颇下功夫的人 从来就不知道 什么是真实的信心 什么是真实的顺服 什么是真正的体贴 什么是对神真实的认识 他们将理论 想象 知识 恩赐 传统与迷信 甚至人的道德观 都拿来作为信神 跟随神的本钱与武器 甚至作为信神 跟随神的根基 同时 他们也将这些本钱与武器 作为认识神的法宝 作为他们迎接 应付神的检验 神的试炼 神的刑罚审判的法宝 最终 他们收获的 依然是充满宗教意味的 充满封建迷信的 充满传奇的 怪异的 诡秘的 对神的定论 他们对神的认识和定义 与只相信上苍 相信老天爷的人 如出一辙 而神的实际 神的实质 神的性情 神的所有所事 等等 与真实的神自己 有关的一切 都与他们的认识 实之交臂 无关无分 甚至南辕北辙 这样 他们虽在神话语的 供应与滋养之下 但却不能真正地走上 敬畏神 远离恶的道 真正的原因 就在于 他们从来就没有 与神相识过 也从来没有与神 有过真正的接触 与交往 所以 他们不可能与神相知 也不能产生 对神真正的相信 跟随 与敬拜 他们如此 对待神话语 对待神的观点 与态度 注定 他们一无所获 注定 他们永远走不上 敬畏神 远离恶的道 他们追求的目标与方向 意味着 他们永远是神的仇敌 意味着他们 永远都不能蒙拯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